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英文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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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了職任教育 在學校裡學的是建築 跟空間設計 最擅長的是畫很漂亮的圖 做很美亮體的模型 然後做出來設計老師覺得 哇 像個藝術品 然後再來等我開始就業 就期待它被蓋起來 在我就業後的十年內 我大致上都是做像這樣子的工作 做精美的建築設計 然後每一間房子非常的大 然後裡面住著很有錢的人 那這是一棟 花了將近市價三千萬的樣品屋 跟接待中心 在半年後 它會被全部拆掉 以為平地 變成了一堆工程廢棄物 那房子裡開始長大了 那房子也蓋起來了 那裡面可能這些人 會做了很好的室內裝修 買了上百萬的家具 然後牆上都是大理石 然後有義大利來的水晶燈 然後有很美西班牙來的座鐘 那遠遠的牆上 往往掛的一幅是複製畫 它可能是來自美國文化 或者是來自歐洲的某一幅複製畫 那我問了我的業主 我只要掛這個 他反問我 那請問我要去哪裡找到台灣的畫呢 我突然就啞口無言了 一直到有一天 我去了我的 也是一個室內設計師的朋友 他做了一個案子 那進去當然 遠遠遠遠遠就看到 後面的廊道的頂端有一幅畫 那我一直走近 一直走近 我被它濃烈的顏色 深深的吸引 然後越走近越看的時候 哇 這是我熟悉的淡水城 我去那邊拍過照 夕陽照在那個 那個城的樣子 那種紅通的感覺 跟那個台灣的綠色生命力 跟海洋的魅力 我整個人都停在那邊 看到他的落款 是陳陳波 一個台灣知名的畫家 那讓我想到 我在兩千年的時候 我到荷蘭去留學 我常常去板谷的美術館看他的畫 板谷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荷蘭畫家 每次去看他們那一幅畫 每一幅畫看的時候 其實我是受建築教育的 我們要很精準的畫建築透視圖 我每次看他的畫 會覺得他的畫好怪 透視不對 焦點不對 應該往哪裡拉才不對 所以我就一直在猜想 板谷到底怎麼樣 會這麼容易土地 一直到有一天 我發現了一個小祕密 我往後一步 然後再往左一步 然後我竟然就好像看到板谷 在畫他的畫的那個 透視的焦點 然後我就跟他進去 他的山城 他很街道 也跟著他進去了 他喝咖啡的地方 也跟著他進去了他的 麥田跟灰鴨 還有他舉槍自殺的地方 那好像是我跟板谷的一個小祕密 陳陳波在228 是因為政治的意念被射殺 這給我很大的震撼 我覺得 是不是 我在城市裡做了那麼多的設計 那 我看到陳陳陳波的土地在那邊 我也看到板谷的土地在那邊 我在這個城市裡面 我看不到我的根 我覺得好像也沒有了希望 他說 2005年 我有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回到我的故鄉台南 做了一個全世界最先進的高科技的 液晶電視專區的建築總規劃 跟景觀設計 剛要進去的時候 我們習慣性的要做田野調查 在那一片農田跟蔗田 上面是要蓋最高科技的廠房 廠房必須要挖土 挖出來的竟然是 像這樣一坑一坑 我們趁他做的考古移植 我走近一看 我嚇了一大跳 裡面是像這樣子 跟我一樣高的女孩跟男孩 他們是我們五千年前 我的祖先 也是你的祖先 他們就埋在這麼深這麼深 這麼黏的台灣土壤裡面 我那時候曾住在鹽水的一個 三合院的工作室 每天對我來講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就是聞的 像這個季節 從南方催來的稻香 然後我一邊聞的那個稻田的香味 稻田的氣味跟那個南風的味道 我就每天都一直落淚 因為我覺得我跟土地好接近 我有一個博學多文的學長 跟我說 你想要做什麼 我說我好希望有能夠幫忙我 把我對土地的這個感動 用比較簡單的方式詮釋出來 它有沒有可能變成我們設計的一部分 讓大家很容易懂 因為我的情感 在這個地方的交集 我沒有辦法擠得開 這個學長介紹我認識了幾個藝術家 這就是第一個認識的藝術家 他為了要保護唐廠的一百年的老樹 被捷運被迫要遷移 整個唐廠必須要毀掉 他把自己脫光光 扮成耶穌 然後綁在樹上 這是為了做抗爭 第二個藝術家 我認識的藝術家 就跟著這個 脫光光的這個藝術家 他們為了抗爭 喬頭老街被拆除 就在喬頭老街做了一個遊行 然後把拆除的那個 拆除的那個土 的血倒在自己的臉上 你看 這就是藝術家 多麼的瘋狂 多麼的難懂 我可以想像 反骨為什麼最後要一槍打了自己 因為他看到的土地是不一樣的 可是藝術家這麼難懂 有沒有可能 藝術很容易懂 那後來在樹谷園區的案子 我們就做了很多藝術家 跟環境設計的一個結合 也得到很好的成果 那一直到2008年 我也跟這些瘋狂的藝術家 我們一起沉住了一塊唐長林的基地 然後我們就讓這個地方 一直都有長榮教育的美學 我們希望讓藝術變得很親近 2010年 兩個藝術家來找我 他說他們有一個計畫 他們想要讓他們自己用手 親自畫的畫 在台灣的每個土地裡面 用土地裡的感受把它畫出來 也讓旁邊的人像各位 就可以直接看得到菲果花 這剛好跟我夢想中的計畫不謀而合 所以我就因為我們專業 我們建築最常用的是那種四八板 就把它蓋成了一個叫做蓋白屋計畫 一個白色的屋子的計畫 那個房子在還沒有藝術家進入的時候 它是有64塊板子構成的白色的房子 那我們也成立了一個團隊 開始號召很多藝術家 大家一起來進行第一個計畫 因為這個計畫太有趣了 所以一口氣有60個藝術家 就參與了第一次的計畫 我們也稱自己叫做新台灣壁畫隊 簡稱新台幣隊 因為我們也很希望有錢 那這是藝術家在畫的時候的樣子 大家畫的時候是互相交勁一起畫的喔 而且有人是半夜來的 有人是天一清晨就來 有人呢五點以後就收工乖乖地回家 有年輕的像這樣才20歲的女孩子 也有80歲很資深一號畫就3萬塊錢的老藝術家 他們在這樣的場合裡面 互相認識對方也互相幫助對方 那當然因為這個計畫太有趣了 所以呢北部的藝術家 我們也希望能夠加入 東部的藝術家也希望能夠加入 所以我們就像台灣那個廟那種高貴 就這個廟就一直跑 一下子跑到了台灣的西邊湖尾 然後跑到台北當代藝術館 也跑到了台東 每次每次都有新的藝術家加入我們的計畫 當然藝術家在畫的時候 其實不是只有這麼嚴肅的畫 會有酒啦然後會有音樂啦 然後當然他們也會很優雅的喝茶給你看 那這個是他們在畫的時候的樣子 我們就是把這個房子 移動到台灣的每個角落去 這個是移動到台灣的西邊湖尾的時候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藝術家 他站得高高的 然後再畫一個很多尾巴的湖 那旁邊的人可以退一步 像我一樣再退一步 可以看看直接看到這個藝術家 他從怎麼樣的情感出發 怎麼樣去創造他的畫 在台北的藝術家 覺得台灣現在已經進到無性別的時代 雖然有熊揪揪器昂和101 跟東力185 但是現在的年輕人越來越沒有性別 男生沒有肌肉 女生沒有胸部 那有一個藝術家 他在虎尾的時候 他畫了很雄壯的虎的尾巴 也有個藝術家 要表達這傳奇的色彩 他用了放骨歸山的畫 那種一百隻老虎的尾巴 去畫出那個畫的感覺 到了台東 剛好遇到阿美族 他們一個傳統的山源海水海域的海灣 被一個不當的BOT開發 他們非常的憤怒 他們對土地的感情 就直接反映在他們目前進行的行動 他們適時要守護他們傳統領域 有個藝術家 這個畫魚的藝術家 他是東港人 他在十年前從比利時回來的時候 剛好是東港的第一屆鮪魚記 他心裡非常的害怕 他從小吃著鮪魚 從此就面臨生態浩劫 十年來他一直都在畫鮪魚 一直到那一天他才把整隻鮪魚畫出來 這樣子就好像一個行動美術館 越來越多藝術家加入 我們累積到現在 已經有150個藝術家 加入這樣子的一個行動美術館的計畫 大家不只到台北市熱鬧的街區 畫給台北市的小朋友看 大家也想 我們好想去鄉下 讓台灣的社區的人看 所以呢 我們就有一個願望 我們就是要去我們的社區畫 第一次我們征召了十個藝術家 那你看他們 要進去畫之前笑得很開心 看看他們遇到什麼事 到了白鼠 這三個年輕藝術家 四個年輕藝術家 覺得自己應該很吃 很拉風 那他一開始進去就問了那個老阿婆 欸你們這裡為什麼叫白樹啊 他就白了你一眼 你有看到一棵白樹嗎 那於是藝術家就想 既然沒有白樹 那我就來畫一棵白樹吧 他一邊畫這個阿婆 跟小孩子就一邊跑出來玩 這是台灣最常常看到的社區跟聚落 因為被都市切割後 所有剩下類似像這樣 有和院有傳統房子的社區 大部分年輕人都是到科學園區 到都市去工作 留下的就是這些孩子 跟他們的竹母 藝術家開始在畫的時候 他是在一個廟 廟的旁邊 他就覺得 廟是有龍 他就畫了一個白樹 應該就有一隻白龍吧 他就畫了一隻白龍 那個小朋友呢 看他畫了龍 他就覺得 這個龍好像 應該有點愛心 他在旁邊圖 所以藝術家後來呢 就把那個愛心也畫到他的籠上 所以這個龍就變成一個愛心龍 這面牆 他的右邊是一個傳統的和院 他常常說 你們趕快想辦法把這面牆打掉 我這個表弟啊 從來都不回來 從來不整你 到處都砸草 我每次都經過他家 他家髒死了 旁邊是一條小巷道 有摩托車過來 那邊的阿伯也說 你們要趕快把這個牆打掉 我們小朋友在這邊 被摩托車撞了好幾次了 藝術家想了一下 他覺得專長好漂亮 他就這麼畫 他畫了右邊的和院 只用了兩個顏色 然後把他的形態 複製在這一面牆上 然後他也畫了一個小朋友 提醒大家經過這個時候 要小心這個小朋友 這小朋友是由社區的 小朋友的形象來畫的 畫完了以後 有沒有注意到啊 前面的雜草不見了 第二天 我們來拍照的時候 他自己把它拔掉了 這是第一個社區 年輕的藝術家 覺得自己很厲害 他跟一個阿婆 要一個牆面 他想畫 可是他沒有想到 他遇到這個社區 最嚴格的逸品家 這個逸品家 就一直看著他 從頭畫到尾 然後手插腰 我看你要畫什麼東西 第一天 嫌他色彩不好看 第二天 嫌他構圖不好看 第三天 藝術家 他們學到了 藝術家幫小朋友 調出這個社區的磚紅色 天空的藍色 他用手帶著小朋友 大膽地去揮灑他的色彩 小朋友用塗的顏色 去塗在自己的社區 去畫他們自己想要談的主題 他甚至教他們 用不同的鏡頭 去看自己的社區 去愛自己的顏色 他們到最後 用力地去揮灑自己的土地 這就是下鄉的時候 年輕人跟小朋友 他們互相地學習 白樹這個社區 我們工作完了以後 里長號召所有人 一起去種一百棵白樹 白青橙 白雞皮 白白白 反正什麼白樹 就種了一百棵 從此以後 白樹就有白樹了 另外一個社區 叫嘉東 嘉東是台灣很重要的一個客家居落 藝術家一進去 以前嘉東很美麗的水都不見了 這個藝術家 是在嘉東從小長大的一個孩子 他叫張欣平 他就畫了嘉東的禁字庭 東扎門 還有他們很特別的歷史 還有他們的風水 有個水湯 然後有馬 有牛在這個地方洗澡 老人家想想 對呀 我的小時候 真的是在這樣的環境裡長大了耶 這個是嘉東一百多年前的照片 有禁字庭 有東扎門 有美麗的稻草的房子 前面有一個很自然的泳泉的水湯 這個藝術家 他在嘉東是他小時候 國小國中長大的地方 他後來就離開了這裡 到奧地利留學了十三年 加入奧地利的分離派 是國際知名的藝術家 他在畫這個房子的時候 他就去把對面的一個老房子 一個兩層樓的土房子 重新畫在一面更殘破的一個牆上 老人家問這是哪裡啊 這是對面 對面那個房子叫張阿丁宅 哇他很有價值喔 老人家說 對啊 那個房子這麼有價值 可是呢 政府都不來幫忙修 他一天一天壞掉 我們等政府等了三年了 三個月後 藝術家每天都在那邊工作 每天都跟這些老人家聊天 後來當地的士生跟終生代 大家願意居然募款 辦了一個一千個人 一百桌的募款餐會 每一個人收八百塊 收幾代的錢 他們決定自己把這個房子買下來 然後去修它 希望它變成下一代 可以傳承客家語言的一個客家書院 我們為什麼那麼投入加東 右手邊的這一位 是加東國小的一個老師 他帶了十年的學生 十年一屆一屆加東的學生 都在這個街裡長大 他甚至自己寫了毛筆 寫了一個聲 一個詩人的詩 然後這是他們那個地方很特別的房台窗 右邊這個女孩子 是跟著我十年的學生 我把他從學生帶到我的事務所 跟著我到樹谷園去看的那些死人骨頭 然後我們一起做那麼多的設計 最後他竟然架到了加東 我們做這些是為了什麼 往往最後好像是為了自己耶 就在今年初 我們收到一張邀請卡 他是邀請我們到藝術家 最心目中的藝術殿堂威尼斯 去參加一個展覽 這個展覽他希望我們把台灣的本色 也就是新台灣壁畫隊 只要表現出來就可以了 因為他們想要讓全世界知道 這個就是台灣的色彩 再拉回來 在剛剛的房子裡 那個被槍斃的陳陳波的這個畫家 的畫放在那房子裡 已經可能是一千萬美金了 一張畫到底有多少價值 你可以畫一百萬把它點藏在房子裡 但是我們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那個孩子調了顏色 他看了那個藝術家畫的那一幅畫 他事實上就把那一幅畫 就是點藏在自己的腦海裡 那個腦海裡面有這個藝術家 對於加東的土地 對於白樹的土地 對於台灣的每個地方的土地 的故事 人種色彩跟文化 一個孩子看了好幾天 他終於忍不住 他在地上拿了粉筆 他就很認真地塗鴉了起來 他希望模仿藝術家畫魚 畫樹 畫他知道的顏色跟故事 看到這樣子的一幅畫 這個藝術家在畫胡偉的傳奇的故事 你想不想像這個孩子一樣 往後退一步 再往旁邊退一步 看著這幅畫 怎麼樣被弱筆 怎麼樣被生成 怎麼樣被產生 我想問問在座的各位 你到底是一個設計師 企業家 還是你是一個教育家 你願不願意支持一個藝術家 去做這樣子的一件事情 讓另一個孩子 把台灣的色彩 台灣的文化 台灣的故事 這個藝術家的故事 點藏在他的腦海裡 一張畫的力量有多大 團結了一個社區 一起去買一個老寶寺 它可以讓一個社區 開始有白樹的故事 它可以點藏在一個孩子 等到海裡 我們接下來還要繼續走 新台灣壁畫隊 要到台灣的每個鄉鎮 進去 把不同的人 不同的故事 就鋪沉在我們的土地裡 讓一張畫的力量 可以點藏在所有人的腦海裡 跟心裡 謝謝